小老百姓不断地缴钱出去 但是有被好好的用吗 立委呢今天就踢爆了说 主技术居然10年来买了有235台的冷气 那么平均是每1.4人就买了一台冷气 那么我们再帮你换算下来 等于呢这些公家机关 他们5年就换一台新的冷气 立委通批说这实在太浪费了 部本部是427人买了303台冷气 平均1.4人一台冷气 你会不会觉得太夸张了 真的太离谱 台湾电力拉警报 没想到主技处砸上千万 10年内买进303台冷气 平均1.4位同仁拥有一台 训练中心更夸张 14个人用25台 冷气数量比人还要多 因为训练中心有同仁的宿舍 这个需要冷气 那整体而言的话 那那个冷气的态换 也一定要依照相关规定来办理 立委更痛批 一般家用冷气寿命长达大约10年 政府机关冷气使用5年就能态换 恐怕是不识人间烟火 使用年限当一规定5年 但是我们会核实看那个需要的情况 5年会不会太少了 政府太浪费了 一般家庭会给人民一个什么观感 不好的观感 你各个机关 你各个家庭 你会5年换一台冷气吗 这个东西要改革 公家单位大手笔买冷气 引发讨论 主记长强调一切都依规定办理 使用年限也将在一个月内提出改革方案 东森田新闻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